欢迎来到News TT70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杨子白玉兰事后点名,长相思里面的演技,是不是要逆天了? 杨子凭借长相思或白玉兰事后提名,演技获赞。 影迷期待她获奖,认为这将提升白玉兰奖权威性。 杨子的国际化形象也受关注,网友赞其为文化传播典范。 杨子的白玉兰奖提名。 杨子凭借在电视剧《长相思》中的出色表现,获得了白玉兰事后的提名。 此消息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广泛关注。 《长相思》作为一部备受观众喜爱的剧集,杨子在其中扮演的《袁小六和小妖》的表演被认为是她演艺技巧上的一大突破。 普遍认为,杨子在处理角色之间的反差时表现出色,她的表演细致若微且层次丰富,成功地将角色的内心世界展现给观众。 网友们纷纷在评论区留言,杨子的演技越来越出色,这次的表现实至名归。 剧粉的期待与尊重。 随着白玉兰奖的临近,杨子的影迷们对她获奖的期待达到了顶点。 许多戏迷表示,如果杨子能凭借长相思获得事后,这将极大肯定她的表演技艺,同时也会使白玉兰奖更加重视。 他们认为,一个奖项的价值在于其公平性和专业性。 如果能够不偏见题材,只凭演技,那么这样的奖项无疑是值得尊敬的。 网友们在社交媒体上留言,如果杨子得奖,那白玉兰奖就是真的香。 在《长相思》中,杨子的表演被观众和评论家誉为演技精湛。 她精准的处理剧中每一个细节,无论是情感的表达还是角色的塑造,都展现了她深厚的表演功力。 杨子在剧中的同期配音表演赢得了观众和业内人士的一致好评。 她的声音控制和情感传递都十分到位,使角色更加立体和真实。 网友们在评论区留言,杨子的演技真是太棒了,每一个眼神都是戏。 杨子的国际形象 除了在影视作品中的出色表现外,杨子还作为奥运火炬手参加了国际活动,展示了她的国际形象。 这个身份的加持,使她在国际舞台上也得到了关注和尊重。 以其独特的身份,不仅丰富了她个人的色彩,也为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。 网友们在社交媒体上评论说,不仅是表演艺术的代表,更是国际化的典范。 杨子的白玉兰事后提名,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期待。 一方面,观众和粉丝对她的演技给予了高度评价,期待她能够获得这一荣誉。 社交媒体作为一个开放的平台,在这个过程中,展示了她强大的信息传播能力,同时揭示了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。 在保护言论自由的同时,如何维护网络环境的清明,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。 杨子罢评江苏卫视,三部新剧连番上映,谁能抵挡这股子风? 江苏卫视近日宣布了一个重磅消息,他们连续购买了杨子主演的三部大戏《女心理师要九九爱》和《长相思2》。 这位娱乐圈的顶流女艺人,似乎要在江苏卫视掀起一股不可阻挡的子风。 《女心理师》中,杨子江化身心理咨询师,用专业的知识帮助人们走出心理阴霾,重新拥抱生活。 而《要九九爱》和《长相思2》的剧情则更加引人入胜,让人期待不已。 江苏卫视的这次大手笔,无疑是对杨子实力和号召力的极大认可。 而杨子也凭借自己出色的演技和独特的魅力,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期待。 那么,当这三部新剧在江苏卫视连番上映时,谁能抵挡这股子风呢?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,看杨子如何用自己的表演征服观众的心吧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